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说因为你修正有利于身体健康 所以你要修正要放松 因为你毕竟在工作里边要消耗你的精力 消耗你要思考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包括心灵意识跟身体两部分 我们脏气清干匹配是我们的就像一个硬件 但是意识层面开心不开心 并不因为身体健康而能够喜悦 是事业的成功 你明白不 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了一些 真的能利益到很多人的事 或者能利益到自己的事 甚至是你种出个苹果 看到这个果实的时候 你很喜悦 即使你病成 有时候我们的快乐来源于我们所做的 刚开始我们是从拥有就获取快乐 随着你的修正 大车菩萨的修正 他从付出就获取快乐 但这两个都还没有无我 都不是说你付出了你快乐 你还是个自我的 但是那已经快接近大车菩萨 你开始突破自我了 就是因为你更自 已经开始不那么自 但是也不要 有的人就是利他 变成为了获取快乐而利他 这种人更知识 所以这也是个毛区 一定要不要变成那种 因为你所有的利他也罢 利自己也罢 目的是回归中道 去成就 因为你会觉得 我们的自我是察觉不到的一些 所以去利他 利他是为了破自己的自我的 不是别人真的多需要你 一定要 如果你觉得别人需要你 你要视线自我价值而利他 觉得别人很需要你 这个是错的 这个你陷入了另一个怪圈 你陷入了另一个毛区 对你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是做这些能源 可能你这内心里深处了 有一个心愿 想坐下来 或者能够帮助别人 或者利他 问题是这件事 也许有其他人也在做 是吧 也许有些人人家的设备 或者是他们有个团伙 团伙有点不太好 有一个团队 人家这个团队 可能大家一起来做 可能就很快 投资资金大 因为同样一个项目 你能想到的 其他人也能想到 是吧 如果他们在做的话 就是说 如果他们已经做出来的 那就随喜他们 你知道因为你在努力 别人也在努力 当别人比你更快的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心里随喜 不要说 哎呀 我做出来好了 你看他做出来 他想到的我也想到了 不用这样子 像人力这样 叠叠不休的 这样子想问题 人家做出来 就算比你前一秒 随喜 这也是修行 但是如果你说 你的心里除了你的眼 修正眼身体 你还需要一些事业 来支撑自己的心里 觉得自己 因为心总要有时候 医治一些红尘的东西 有吸气嘛 那也可以继续研究 只是说没有那么投入而已 就是不会说 熬夜啊 去 就像个工作狂一样 去研究研发这个东西 等一等 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 利他是一个很 就是说你 我说利他是 是大家 你能不能转了你那个意识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给他做点事 这个世界 说句老实话 现在不太需要你 是吧 你能利人家谁 是吧 你真的说利他 除非说 哎 有些 一般大部分人 比如说这个世界 如果有些人活得像 君子一样的 都不需要你帮助 人家苦就苦了 困就困了 都不会请求你帮助的 说句老实话 要自己活自己的 是吧 你能令了多少人 是吧 只是你的意识 你的转那个意识 因为你在修行 你现在是要成佛 不是在红尘里边 好好做一个好人 不是那样的 也不是在红尘里边 做一个成功人士 但是你要成佛 成佛做成功人士 是两码事 成佛不是成功人士 知道吧 他是突破三界三维角度 他突破维度的 他是突破 从六道轮回解脱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还如果你的心还很小 还是想在这个世界 在身边这个房间的人里边 证明你的成就的话 那你真的是太小孩了 就是就很小 那他顶多婴儿俩岁啊 如果我们想在全世界 人力的七十亿人口里边 证明你的成就感的话 那你标准的一个物种 标准的人力物种 你连毛毛处都不认识你 说句话说 六道众生不闻其名啊 不知道你是谁 你只在人力 人力就算你在人力 你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 六道众生听到你名字 知道你吗 恶鬼道知道吗 地狱道知道 诸佛菩萨无处不在 你问问释迦牟尼佛 他们知道 有啥成就呢 我们在人道 就算很多 现在人力很多 你就算很有名又怎么样 现在你在成佛啊 一定要慢慢地搞清楚 你在做啥 你是在成佛啊 所以人道的很多东西 都在突破 你不要提问人道说 你应该怎样 那只不过叫你做个人而已 是吧 你现在是要突破人道的直界 知道吧 所以你没有什么 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 就是说不是人力的 人力的认知 能够那样子指导的 知道吗 所以我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说话嘛 就是这样子说 很多老师 很多人说 你是不是还不让大家做人了呢 你这是吧 修行连人也不做了嘛 所以很多师傅说 人成佛佛成嘛 连人都不是 人连人都不是 这种话是说 你人成佛成 是说 你每天流露出的那些习气 就是个下三道 是说你先把那些习气收敛收敛 然后正身正义正言 坐在这 先做个人 做个善男人善女人 然后再听闻佛法 在这个基础上去承道 就是说你连地基督 你连最基本的都没做到 然后你在这一盆烂 又烂又坏的 垃圾桶里 你想开出一个圣洁的莲花吗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像五祖说 六祖让他去除法 去捣民 你捣进了 你洗净了没有 你那个六根 洗净了我可要传法的 六祖说可以了 六祖说可以了 五祖说那你晚上过我房间了 六祖也没说你印证一下吧 没有啊 直接就可以了 因为洗净是知道的 老大 自己知道的 不管我们来自哪一道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不管你此时此刻 你的心在哪一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还是天人道 天魔道 人道 你的本性都是空性 本性都是佛 平等 知道吧 在本性上我们是平等的 谁也有可能成道 每个人都有可能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把你那一道放下 我们的心性 心性说在六道的任何一道上 如果你此时此刻很痛苦 那可能在地狱道 你此时此刻很憎恨 很抱怨 或者是在恶鬼道 或者是抱怨 或者是嫉妒 在下山道 畜生道 如果你听不懂在愚昧 或者在畜生道等等 各种习气欲望 态度在畜生道 就是心啊 或者我觉得 我还蛮善良的 那你在人道 天人道 不管哪一道 你的心 你的习气会四些六道的下 但是这些像 都是虚妄的 你的空性都在这里 你只要愿意在那一个 你如果现在很苦 就在苦里边借空性 就在苦里边去绝照它 旁观它 苦跟 你是在头脑中 有一个幸福的感觉 有一个愉悦的 对比 你才知道这叫苦吗 苦是有个瘦的吗 你知道吧 你才知道这叫苦吗 你这个苦是你的 首先是你定义了 这个绝受就叫苦 这叫痛苦 你知道吧 你这头脑 你这个手就在 这叫病 这叫苦 这叫痛苦 这叫疼 你努力的想把这个 你定义的 先把这些信息 输到了头脑里 你就像个电脑 你先输 输了这种信息 我是有病的 我 首先有个我嘛 我是谁谁谁 我是有病的 我是痛苦的 我今天很苦 我身体不舒服 我需要需要 等等这些输进去 然后又输了个说 我要变成这个 变成那个 变成那个 这两个都在 你的电脑里 这两个都在 所以你永远变不过来 这就像你输了 你是个凡夫 再输了你要成佛 所以凡夫跟佛 一直都存在你的 二元队里的这个电脑里 你这个电脑就是 既又是凡夫又是佛 他说你只能输一个信息 你是如来 你本性是如来 其他都是幻象 只能输这个 这叫指令 知道吧 你不能输 你是六道的任何一道 你也不能认 所以这叫第一点 所以这个电脑里边 你的清除 你的内存啊 就是你那个指令 你的下对啊 但是如果你说 我是如来 但是呢 我六道的 存生的事的轮回都不是 那做事的时候 也要不是啊 心无挂呀 生死无挂 就是那种 要达到这种境界 然后你自然的转 你只要每天坚持修 你真的是不会生死 你越输错了 你越教证越不行 这就是以中道 你在调病啊 治疗 你不要在那折腾 说说 哎呀我把它观想成这样 观想成那样 你的心力 本身在病人 病的时候 心力就弱 知道吧 本身病的时候 心力就 它就是弱 那个时候 如果你原症了 那是你身心 这个绝受就不影响 你成佛 那就另打别了 但是你不是登地菩萨 你没成佛以前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就无理直吧 所以一不自治 就这个道理 医生治不了自己 因为他病的时候 他最弱 他就治不了自己的问题了 是吧 如果不动 按住在中道上 自己会调 你学了第一滴 就第一滴做 四大监控 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四大监控 如果真的是有些东西不动 那就不动的 你心里一定有结也没动 你有些东西没动 没正的 就在那卡的 不管就算到最后 慈悲心都是一个结 你认为有个慈悲心在那 你都是结 但是刚开始修学 要这样说嘛 因为大家 刚开始 要有这种名相 到最后 所有的文字 所有的都要破 你说有一个利他 你都有众生相 你有个慈悲心 你都有相 都是相 有佛相 菩萨相 你心中有一个 释迦牟尼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都是佛相 菩萨相 佛相 但是你还是 我们还是一个 凡夫众生的时候 这些相是要有的 如果你一开始 祈求就把佛相 全砸了 说这是无形无相的 佛不需要想 把世约全拆了 把佛相全砸了 你肯定造了罪业 肯定造业 你要依止 先开始依止 这些外界的环境 这都是你的依止 依止这些 让自己逐渐的确立起来 佛的正直见 当你确立起来 逐渐修正 然后一层一层 把自我破掉的时候 再破众生相 法相 这些 开始慢慢慢慢笑着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了 我说这些 不是说 大家说 一开始 就是还一定要 发个利他 这些知道吗 当我们去 每天活在 这个世界的 吃喝拉扎碎的时候 我们不自觉的 比苹果啊 橘子啊 一切三餐啊 永远酱醋茶 孩子啊 家人啊 这些事情 不自觉的 活在人道的这些事情里 时时被他切 这个身心啊 决胜啊 野耳鼻舌生意啊 有时候当我们 发出利他之心的时候 我们说要利六道 众生的时候 当这个六道一产生 这个六道啊 这个磁一在你的 身心里产生 共鸣的时候 你虽然看不见六道 知道吗 你就像站在了 泰山顶上 知道吧 一下子就好像 从人道能抽离出来 你就像站在了 泰山顶上 一栏众三小啊 你会把自己抽离出来 我要利益六道 那六道就 平平地摆在你这了 然后你自己哪一道也不是啊 你不能说你是啊 哪道 但是你有习气嘛 所以你在度自己的时候 也在度六道啊 你有六道的习气啊 你要利益六道 这个时候 我要发无上 成就无上 正等正觉的果位 当你说出这两个词的时候 你知道你站在泰山顶 你的心胸就清起来了 你自己就开始扬名吐气了 你就不觉得自己渺小 你知道吗 否则你会 控制这个人世界的 油烟降土茶 什么粗的青塘 下的厨房 我们控制在自裂的状态里面 控制着我是个女人男人 这种法相里面啊 这些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这个 这个它是这生命法嘛 这个让你生命流转嘛 让你轮回 出不了轮回嘛 这些 但是呢 你要想抽离的时候 不是每天 还低着头在山洞里啊 闭关也是 但是呢 一定要开始有大成的 你是如来嘛 有大成的那种境界 你是空性圆绝的啊 先把这些概念先输进来 你就哇 杨明吐气了嘛 坐在那儿 然后你吸气欲望不是一大堆啊 你坐在这儿 你就很大 但是一碰色的时候 你变成个小我了嘛 就在小我上 练啊 回来啊 回到这个 这个圆绝的状态啊 虽然圆绝不是你能了知的 现在 你是个我绝嘛 哎呀 我看见啥了 我听见啥了 我感受到啥了 哎呀 我感受 我见到了六道楼回 甚至我见到了天道的境界 地狱道的境界 我天言 我慧言 我开了 都是幻境啊 就是慢慢慢慢回到本来的样子 其实刚开始发这些 是让你打开你的境界开阔 你的气语啊 境界啊 你做人做事那种角度啊 你就很 就是很开阔 你知道 让你变成就是像大丈夫那样 有丈夫像啊 大丈夫不是男人 也是不是女人啊 不要以为大丈夫就是男人啊 变得有点气语啊 这个时候你的心修气概很宽广 你可以用宇宙的能量啊 因为天地 你可以天地可以合一啊 这样修行 不憋屈 知道吧 不知道我们怎么修修修修 也是出来 你看我们毕老三天官 我们在官房里大家出来 老师我看见个信件 就好 你在说这些的时候 当然你是菩萨角度 登地菩萨 也说我 我昨天看见个境界 我昨天做了个梦 也可以聊 但是你那个七语 你坐在那 我看见个境界 就像偷偷的 我出去 小时候出去 葡萄园 偷吃了个葡萄 那种偷偷摸摸的 开始 我看见个境界还不敢说 悄悄地说一下 看老师看见一下 那个境界挺好的 但是你偷偷摸摸的 那个样子 你怕啥呢 是吧 人家说 说境界是招魔的 你还怕魔吗 你不是如来吗 是吧 你光明正大的 我说就说了 我没说就没说 是吧 我小说 但是你 你那种心里边 那个嘀咕 知道吧 而且你 我不照境界的相 但是你好奇啊 你是不照啊 但你好奇啊 你做个梦也好奇啊 我出去 我怎么能梦见他呢 我跟行明好几天没见了 我怎么能梦见他呢 梦里边他还怎么怎么软 是吧 你好奇啊 你知道这都小孩子的状态吗 这也不是错的 但这就是在一开始 每天没有坐在那个丈夫那种 你开始把这种菩提心 菩提心就说你要成佛 你是佛 菩提心不是成就无上 正等正觉的心嘛 出离心 我要出六道处理啊 答案是先出自己要处理 我要出六道处理 就是先出自己的六根处理啊 这个六根不要分别啊 你六道你看不见 但六根你能看见啊 你一耳鼻舌身影能看见 你那一耳鼻舌又骗你了 说这个好 那个不好 眼睛看见啥了 耳朵听见啥了 嘴巴尝到啥 这六根每天骗你啊 六贼嘛 我说 而且六根把你分成 一心分成内外 是吧 这虚空也是你啊 这虚空里头都是你啊 六根把你分成 里边跟外边 还分成六个部分 有局限性的戒闻觉知 戒闻觉知 肠啊 身体的感应啊等等 这些六根把你分成这些 现在六根就是个问题啊 先把自己六根搞定 入不动 六根就没用 你心不分别 六根它就 它就不起作用 全是你一心分别 所以死人你看 烤在那野猪子也没掉 鼻子也没掉 嘴巴也在那 它就不动了 它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要想关闭六根 心不分别 但心从哪儿不分别 因为你本能的习气啊 你有个本能嘛 本能是你六根还没空 才有本能嘛 你六根就是个我嘛 有我你才有本能嘛 当你六根开解完了 你这个本能才消失嘛 所以在开解的过程中 这个本能还会出现的嘛 但没关系 你只要继续修啊 一直解完你 六根分解了 你的本能的就小了 当然你还会有绝的 因为你就算化成光明 你还觉得有一个你是光明 知道吧 只是对这个世界 你可能感知的维度不一样 你分别的境界也不一样 你执着的境界也不同了 一直到圆绝 没关系 我们现在把握不住这些 当我们有些定力 清静六根清静的时候 你就一下子就进入 一下子就切入了 没那么难 就这么凶凶凶你六根慢慢 别凶别再做啥练 凶练你不要着急 不要说哎呀 我还是没进步 你凶凶你六根就通透了 内外通透 里外就就 你六根坐在这儿 虚空跟你 虚空跟你 这两边就没有分割 内外都是你 身体里边外边都是你 那六根隔开了嘛 六根隔成 六根部分还隔成内外 这些一都打开 把这些围桥拆了 六根一开解 围桥一拆 六根互用 互用的内外 连我也打破 因为六 如果没有六也没有一 不是说你最后变成个一 没有六 一也消失 那个时候 你另外就打开了 你就可以见空心 初次可以见心 但你还继续圆证 圆绝 进入圆绝境界 因为那个时候 你只是把自己搞定 你一睁眼 看住身还是无明的嘛 因为你睁开眼睛 看住身还在无明中 只有你独醒了嘛 所以登地菩萨 应该到八地菩萨 自己独醒 住身无明啊 哎呀 住身还在无明中 我的救住身 度住身啊 住身还没醒来 你一个人醒来了嘛 这个还不是如来境界 你看心经里边说 空心里边无无明 无无明境啊 所以没有智慧可得 所以他又念牌起 对面就有无明啊 他还在道上 就这么听 就这么修 就这么修下去 今天听不懂 明天就听懂了 明天听不懂 后天就听懂了 就这样 六根逐渐听经 然后就那样 就开始 越来越 就进步就成道了 就那样 没关系 休息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